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Sore Rega Rock 雷神索爾3 諸神黃昏 漫威宇宙的第17部電影 索爾個人電影的第3部 也是3部曲的結局 這一集請來了神鬼好野人 和吸血鬼家庭詩篇的 紐西蘭導演 主演包括了 Chris Hensworth Tom Hiddleston Cat Branch 在非常有特色的VDT指導之下 這一集的索爾從 預告到我看完整部電影之後 都非常的讓人 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有一股相當幽默的氣氛和節奏 像是電影的開場 有一場非常棒的戲中戲 真的是有夠GY好笑的 索爾新加入的角色都很有趣 他們都帶有一種萬事不公的吊吊 或者說一股孩子氣 而幾個最大的亮點 像是小學生一般的浩克 幹話一堆的宗師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Tessa Thompson 所飾演的女武神 她詮釋出一個非常自信的女戰士的形象 氣勢上完全不會輸給在一旁的索爾 或者是洛基 而且是她在戰鬥的時候 常常會露出一股相當瀟灑的笑意 有點像是年輕版漫威版的 一個神力與超人的感覺 不同於之前的黑寡婦 葛摩拉 或者是飛鴻女巫 就像是索爾一樣 給人一種很正面很陽光的帥氣感 相對來說 凱特布蘭奇所飾演的名后海拉 她在力量上超級的強大 可是這個角色的表現空間 讓我感覺她還是被閹割了 為什麼說閹割呢? 因為劇本在這個人物的設定上 做了一點調整 把她放在一個很好的位置上 她有更多的理由去行動 更強大的動力去做她想要做的事情 但沒有給她更多在心境上的發揮 在動作的設計上 也是讓人感受到她極度的心狠手辣 可是我們就看不見她殺人之後的那個人血無情 雖然說可以腦補 不會看不懂 不過在那個人物的刻畫上就少了一些東西 不知道是不是老闆終究是迪士尼的關係 不希望看到反派人物太多內心的黑暗情緒 就像傳統卡通裡的反派 你只要知道她很壞就好了 你不需要知道她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就算你找凱特布蘭奇來演演一樣 不需要認識這個人 不需要有這個角色的人性面 然後我就一直看見她的助手那個處角者 每一次畫面帶到她都在看見她的人性面 雖然有一點太多 不過你看到最後還是有作用的 那Tony Portman所飾演的Gem 是前兩集的女主角 在這一集並沒有出現 來到第三集 這個角色已經沒有什麼出場的餘地了 之前這個角色主要是要帶出所有的人性面 我們可以看到所有有蠻多的人性展現 像是面對變身後的浩克還有變身前的班納 還會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雖然還是會一直強調他們的兄弟之情 Loki與洛基在這一集是有一點羅賓畫助手畫的 沒有前兩集的戲份來的那麼精彩 這一對兄弟在這一集當中 對我來說是有一點尷尬的 他們似乎想往導演的喜劇風格靠 一部分是做得蠻成功的 像是在薩卡星的部分 但一回到阿斯加 他們還是被這兩個角色之前的形象給綁住 不知不覺又會回到前兩集的感覺 而飾演主角的Chris Hansworth 他演喜劇的天分是不錯 但他表演的能力似乎還是沒有辦法撐起一整部戲來 相對來說 Mark Rufford和Tom Hiddleston都表現得比較好 雷射書爾山《諸神黃昏》 有一點像是公路電影 講述著一段所有成長的路程 走到最後我們看到的那個結局去 在這個主題上面 我會覺得主角的阻礙不夠被凸顯 在這一集裡面 你看不見他為何不夠強大 你看不見他自己在哪裡阻礙了自己的成長 而這次前兩集裡面都做得比較好 雖然說在風格上擺脫了前兩集 但是在故事的主線上面 還是延續了所有系列的核心 也就是宮廷劇 AKA公斗劇 故事離不開家族裡面的權力鬥爭 而故事的主角不是一般的平民 而是統治者 這三集其實都用了不一樣的故事來講 阿斯加的王位爭奪戰 全力的遊戲 導演試圖把自己的風格混入這個公斗的劇本裡 前半段看起來是蠻成功的 可是到後半段就會有一種缺乏危機感的感覺 一直到最後結局的安排 才突然出現了劇本沉重的意義 看得出來這個劇本的巧妙 可惜在結局的鋪陳上我覺得還差了一點 不然這個劇本的張力我覺得應該要更精彩才對 我會希望在故事上可以說得再好一點 或者是導演的風格可以再狂一些 再自由揮灑一些 現在看起來就有一種互相妥協了的感覺 我想這個劇本跟這個導演的這本婚事 好像沒有那麼的適合 如果這個導演重新開啟一個系列電影的話 我想會更好看一些 我覺得這是一個相當吸引人 相當有趣 有說有笑的超級英雄電影 但這不會是一部讓我非常愛的電影 比不上上半年的《星際異攻隊》 那麼成功 上一次有鋼鐵人打浩克 這一次有索爾打浩克 兩場戲都拍得非常的經典 我還蠻期待下一次不知道 誰還可以跟浩克再好好的打一家 如果你喜歡所有的身材 穿西裝的洛基 講笑話的浩克 只要有見誰都殺不死他的 阿斯加第一保鏢 海穆達爾 大殺四方的海拉 這部電影還是蠻好看 雷神索爾山豬神黃昏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影片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分享給你的好朋友們 並且找找你的訂閱鈕 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時間之內 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的話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 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意見或者想法 想要跟我分享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喜歡的電影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